去年40系显卡刚上市 我就发现这一代的4060能效比非常高 很适合一些既需要便携 又能有一定性能的全能性笔记本搭载 但很可惜 去年这类产品并不多见 各家厂商更多还是在游戏本上发力 今年年初 这类保款独显全能本如雨后村笋般全冒出来了 ThinkBook 16家就是其中一台 这台电脑搭载了Ultra 5处理器加上4060独显 整齐功耗给到130W 对于4060或者Ultra几乎都能运行在甜点功耗的区间内 再加上稍微外观以及丰富的扩展性 应该能让不少没条件买游戏本的用户非常心动吧 那么这台电脑表现究竟如何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测测看吧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配置 我们拿到的这台是独显版 CPU是Ultra 5U25H 14核心 18线程 显卡是RTX4060 最大功耗110W 内存是32GB双通道5600MHz 固态硬盘是1TB的E-LEN AM6B1 屏幕是2560×1600分辨率120Hz刷新率的IPS面板 标称色域100%RGB 它的售价是8999元 另外它还有一个Ultra 5加上16G加4050的版本 参考售价是7499元 价格会更加亲民一些 再来看一下外观 ThinkBook 16加延续了ThinkBook系列家族式的外观设计 整机是全金属机身 A面保持了两段式的银灰切割设计 中间左侧有ThinkBook的logo 整体风格比较偏商务 屏幕支持180度开合 B面上方有摄像头防窥设计 下边框没有任何logo 非常简约 C面采用的是联想经典的键盘布局 在上一代的基础上 方向键做了细微的调整 此外 Copilot键也进行了实装 目前暂时没有功能 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增加AI助手的适配 地面 边缘做了收窄过渡 中间有大面积的进风格山 值得一提的是下方脚垫的高度似乎有偏低 我们这台机器在正常使用时 底面过渡的位置有一定的磨损痕迹 这个问题希望后续的生产中可以改进 整机厚度16.9-20.1mm 重量2000g 适配器170W 约850g 整机在同尺寸的产品中稍微偏重 但是相比常规的游戏本还是便携一点的 接口也像是ThinkBook的长处 16加也不例外 USB是3A加上2C 其中一个A口是隐藏的鼠标接收器接口 其他的像是RJ45、HDMI、耳麦、大多卡器 也是一应俱全 比较特别的是 今年的16加还增加了TGX显卡扩展屋接口 这个接口在上一代的产品时 玩家们的呼声很大 有些极客玩家甚至自己通过内部转接改装来实现 这代官方直接采纳了建议 属于是同人作品直接官方化了 不过这台机器是独显版 在外接显卡好像有些话蛇添足了 那如果你想看这个接口外接显卡的效果 我们可以以后单独做一期视频来玩玩看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屏幕的表现 我们这台机器的面板来自华仙光电 实测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基本上可以当作是一块标准的2.5K、120Hz的SRGB屏幕 除了350尼特左右的最大亮度稍低之外 其他部分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暖板 用于16英寸的机型缩防大小也是正好合适 不过从目前的市场来看 这类产品的屏幕参数都比较卷 没个什么3K或者240Hz或者P3广色域 那感觉都不太够看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SRGB标准款的 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 不需要担心色域切换颜色过饱和的问题 用起来比较省心 接下来看一下CPU Ultra 5125H是近期全能本的长客 14核心18线程 Intel 4制程 在R23循环测试中 SIGBook 16家跑到了14300分左右 几乎是一条直线 非常稳定 跑分过程保持在了70W 温度方面手轮比较高 最高来到了107度 后续保持在了90-100度 由于Ultra系列处理器上调了TJ Max 这个温度对于它来说是正常表现 显卡方面 RTX4060的最大功耗给到了110W 这次碰到的是海力士显存 综合前几期的视频 我们把煤、海、芯三家显存都凑齐了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海力士的性能到底如何 我们手上的这台ThinkBook 16家显卡最大电压是1V 对应频率点是2610MHz 在理论性的测试中 Time Spy跑到了10615分 总体会比三星的显存略高一些 但差距不大 可以认为显存对性能影响较小 另外110W功耗也足够让它满性能发挥了 功耗限制在纯图形负载场景里对它来说影响较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表现 3A游戏这边 16家的性能表现总体跟4060游戏本接近 部分吃显卡同时依赖CPU性能的游戏 这时候会略微差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地铁离缺的测试力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 无妨这场运行 这个在之前的Ultra机型里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来到网游这边 Ultra 5就出现了一定的短板 高帧率场景均低于其他测试机型 从运行时的功耗情况来看 CPU会被限制在30-40W左右 频率也没有办法维持在较高的状态 进而一定程度限制了游戏的帧数 从总功耗来看 如果能给CPU多分一点功耗 给到45W或者50W 可能帧数就能再提升一些 这点就依赖后续的优化了 生产力方面我们测试了PR和PS 成绩表现可以接受 受限于Ultra 5的核心规模以及内存带宽 这两项成绩会略低于游戏本 能满足一些常规的视频剪辑、修图等工作 Spec Workstation我们也进行了测试 成绩汇总了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 从游戏表现可以看出 ThinkBook 16家在显卡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但是对于CPU的照顾就稍微有些欠缺了 部分场景的功耗略显不足 导致性能略低于预期的表现 看完了性能实测 下面来看一下拆解部分 ThinkBook 16家的拆解比较简单 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配合吸盘即可轻松许下后盖 整机的布局跟上一代接近 双M2 2280硬盘位 85W的电池 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内存从板载更换成了插槽设计 可维护性提高了 内部部件的性能续航表现 这张图里有比较详细的数据 大家可以暂停参考一下 散热方面 独显版本采用了双热管加上双风扇的设计 供电处有散热片覆盖 我们通过压力测试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室温25摄氏度 开启极客模式 单快FPU Ultra 5125H稳定在了70W左右 温度105度 4.3加2.8GHz 单烤显卡 4060在110W左右 温度86度 频率2100MHz 双烤CPU加GPU在33加96总功耗大约130W附近 核心温度均在87度左右 显卡温度撞强 尝试电高机身后再进行双烤 功耗不变 两个核心均下降了7度 推测气流是这个机器散热瓶颈之一 再看一下表面温度 键盘最热点出现在F11键46度 核心周围一圈有明显的热感 WASD附近温度不高 噪音方面 满载人为分贝值为53.1分贝 比普通的独显拳的本略高一些 总的来说 ThinkBook 16加的散热表现中规中矩 默认平放的情况下 脚垫高度不够 近出风受阻 抬起机身后散热明显变好 如果有条件 建议日常配合笔记本支架使用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各位对于这台电脑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的三百条缺点供各位参考 这次看完了 SinkBook 16加独显版最大的提升在于显卡 之前锐龙版最高只有4050 这一代随着散热的进步和功耗的提升 显卡最高升级到了4060 性能也提升上了 加上TGX接口的加入 让它能外接显卡 给它带来了非常高的可玩性 另外它比较商务的外观 对很多家长不让买游戏本 而我又想打游戏的同学很有吸引力 在我看来呢 这台电脑的优势还是在于扩展性上 如果你对于内外不扩展性 性能便携性都有一定的需求 那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你们觉得这台SinkBook 16加独显版表现如何呢? 或者这类薄款独显全能本适不适合你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再来支持一下我们 教你买本性得帮助去见到小白 这是比方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